今天我们来介绍酸辣土豆丝的做法 酸辣土豆丝应该是大家公认的最简单的家常小菜了 也是我家餐桌上常见的 家人都喜欢吃,还特别实惠 您需要准备以下这些食材 为了方便以后查阅,您也可以点赞收藏本视频 备齐食材,一个大土豆,一个青椒 去皮后先切片 接着切丝放在水中,反复冲洗干净它的淀粉 捞出沥干水分 锅里放油爆香葱、姜蒜、干辣椒 放土豆丝翻炒均匀 淋上香醋和生抽反复翻炒均匀 水分差不多快干了 放盐鸡精调味即可出锅 技巧 注意火候和翻炒速度,不要炒太久 大概前后四五分钟 好了,就到这吧 谢谢观看,欢迎订阅关注 火燭 火燃 火燃 火燃